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在公屏上 那我们百万买车终于终于再次付出了 不是因为我们不肯花钱 真的是我们花了钱 但是踢不到车 真的是很尴尬 这次这台车呢 给几个关键值大家说一下 全系标配双电机 全系标配激光雷达 这台车我们老板YP开完都赞不绝口 所以呢 我迫不及待的现在赶紧去踢回来 去炸死它 我到了到了 答案呼之欲出了 你又可以啊 台标台里都进我台没 这种咕咕咕 就是提一台未来 我们又提一台未来 因为之前 ES6那个是1.0的版本 这只是2.0的版本 然后买了个最入门的车款 也是最有炸死乐趣的车型 陈先生 初时交给力 再来用车愈发 好 耶 开车 我们这台车呢 首先 肉眼可见呢 我们选了这个最贵的东西 就是车漆啊 整色整水最贵的那样 这个黄色是花了1万块钱的 然后其余呢 我昨天也研究了一下 剩下的呢 花钱的东西不多 关于外观呢 我们还选择了橙色的刹车卡钱 还有moon的哑光套件 这两个费用折合起来 大概是8000元左右 但其实我们是早期订车的用户 一个限时福利 所以在订单的后面 你也可以看到这笔费用是抵扣优惠掉的 反正就是不要白不要 毕竟不花钱的嘛 然后你看哇 该有的仪式感啊 未来这些细节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车上用的香薰系统的香薰 摆得很漂亮 但待会他要帮我拆开帮我弄的了 然后现在呢 好玩的东西就在这里 为什么小哥哥去确认一个信息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用车人的这个问题 因为要知道很多的有些未来车主可能自己会内部置换 我买台未来新车 我旧的权益可不可以转到新车上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 有个ES6早期的很多的什么免费换店这个那个福利 我们想把它转到这台ET5上 所以现在就要确认这个信息 所以我刚刚就远程登录了冲哥的这个账号 看看是不是必须主用车人主账号用回他这个 才能够完美的把之前ES6的那些所谓的手刃的权益 来转移到这台ET5上 这个未来车主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 以前花了大价钱买早期未来的 我想买台新车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权益是可以转移的 这些细节大家要记住啊 知识点敲黑吧 跟大师兄的那台ET5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轮毂 我们是入门好像是没花钱的19寸的轮毂 大师兄就是花了9500升级20寸的这个轮毂的 但我们是没花这个钱 所以消费观上我们两台车都不一样 我们把钱花在了车漆上 大师兄的那个蓝色是免费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是大家的硬件包括加速啊双电机啊 什么车坐舱啊大部分大概都是一样的 内饰也是没有花钱的这种最常规的 最耐看的黑色 当然也有很多什么亮色一点的 但是那些颜色可能就见仁见智了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 那黑色的最保守了 大家没有最喜欢 但是肯定也没有说很讨厌接受不了 至少不会接受不了 糯米都没有的哦 那不要被那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给骗了 糯米本身是什么 是个语音功能 是个交互的借口 所以呢 他有这个介入的点 有这个借口给我们呢 嗨 糯米 嗨 糯米 嗨 他在嘛 他可以有功能 你看他同时聊天也有呼吸灯什么 有功能就可以了 不要整天那个view 那个东西 哎 没必要花里胡哨的 那次呢是选装了一个叫舒想套装的 就是整车的什么座椅加热啊 还有前排的通风啊 按摩啊 这种享受型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便宜了 花了差不多9500 那我们搞定里程 拿发票行驶证 一致证 零排 刚刚工程员员已经把我们很好心的给贴好了 然后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今天呢 总体来说流程是很顺畅的 他们也很熟悉 一直引导我们 那是麻烦卡在哪里呢 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跟我们以前买个燃油车 拿钥匙开走 验一验那种不同的事 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有权益 然后这个权益绑定要绑定给谁 像我们公司车到底是绑公司账户还是绑冲哥的账户 还是绑谁的账户 又要问清 主要绑了之后 又要用他账户的那个登录的账号 然后又要去激活这个车机 这个那个的 反正中间这个沟通的整个流程是比较漫长的 东西齐了 我们上车开回家 开回公司 等一下跟你们简单分享一下它乍实起来的感受 到底是不是那么好 3 2 1 揭摩一次 准新手车 哈哈 现在它已经不是新的了 好 那终于提回公司了 在给他们柔令之前呢简单总结一下这台车给我的惊喜 首先是它还是蛮热血的开起来 它整个底盘不是说中国式那种造车 为了纯舒适 软 糊糊悠悠 还挺扎实 挺紧绷的 那同时动力也很很够啊 它有很多种什么4.9 5.9 切了很多种动力的这个模式 我只是用到第二块的那个已经感觉这个推背感还是蛮扎实的 80以内很猛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台车的整个空间的布局啊 还是对我的身材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它跟之前的866的车型整个换电的架构啊 包括电池组的那些尺寸是通的 这样在一台轿跑上面就有一个问题 我做的特别的高 打满个板下来 我视线5分1已经是望着这里 打满下来 很棒 光景一线 就是一条回来水来地的一条线 一条线 然后方向柱啊各种啊 头顶啊都是顶的顶棚在开 有点像一个明明日传穿XL衣服的人 硬塞进了一个M码的尺寸的衣服里面 就觉得有点紧绷 当然这些只是我初体验那些细节啊 空间啊表现啊 包括我们最关心的这些雷达 我们花大价钱买了硬件了之后软件交付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呢 跟其他的有雷达的车型比辅助驾驶能力它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这些长话留着以后长测慢慢说 所以记得关注我们大家签论 也记得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的一系列列的这个作品 我们不单只自己会测 我们也会派选题给你们爱看的KOL去做 你们爱看YP刷圈 还是要看袁启冲袁老师去整活 都没关系 都有我们好货好选题陆续有来 记得关注一键三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